那我在猜蜘蛛人會比鋼鐵人還要更讓美國人喜愛的最重大的原因呢 是因為蜘蛛人包的比較緊 那個線條比較明顯看起來比較大 鋼鐵人都是鋼鐵看不出什麼大的地方 HELLO 各位觀眾朋友我是莫的金魚哥 不曉得大家看你這居人了沒 整天在那邊返校啊回家又離家的啊 以片名來說真的是看的覺得有點瞎 不過沒有關係內容好看就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講蜘蛛人了 或許有些小粉絲不知道啊 你們知道嗎?其實蜘蛛人的身世真是超坎坷的 在看到一些追蹤的粉專 總是說到蜘蛛人回家了 蜘蛛人跟猛毒合體的內容 那常常就覺得很怪 欸?蜘蛛人跟猛毒同時出現很奇怪嗎? 不是最早在這個逃比麥奎爾的版本蜘蛛人中 就已經有跟猛毒合體過了嗎?有什麼好稀奇的呢? 告訴你其實蜘蛛人的版權一直都不在漫威這裡 那麼我之前看到蜘蛛人是誰拍的? 說什麼在漫威宇宙出現之後蜘蛛人又回到漫威裡面了呢? 欸?我們就來講講蜘蛛人漫畫跟電影的起源 在1962年的時候在漫畫裡史丹利與史丹夫迪特克 兩個人創造出了蜘蛛人這個角色 要提到漫威英雄就不得不提到史丹利 史丹利是算造出許多個漫威英雄的漫畫家 他經手過的英雄包含了鋼鐵人、綠菌狼浩克、雷神俗爾、奇異博士等知名的漫畫人物 而當然蜘蛛人也是由他與另外一位夥伴史丹夫一起創造出來的 1962年的時候蜘蛛人就這麼橫空出神啦 但很可惜的是在1980年的時候漫威空出神當時瀕臨破產 所以漫威將手上多個超級英雄的版權給賣出去了 賣生啦 當然啦蜘蛛人就是其中之一被賣出去的漫畫人物 經歷過了幾次的轉手之後最終版權落在了Sony的哥倫比亞電影公司 所以其實製作人的版權很早就已經不在漫威身上了 而且漫威與Sony他們達成了協議 版權的部分只是限定於在電影上 而其中的部分像是周邊玩具相關的都還是由漫威這裡來負責 那漫威就有點像是輔助其他電影公司 那漫威他們就拿版權費用以及周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麥奎的版本跟安德魯加菲爾的版本的蜘蛛人 也就是第一代與第二代的蜘蛛人都是由Sony這邊蜘蛛出來的 那當時Tobie Micro的蜘蛛人極度受到大家的歡迎 這邊不說你不知道 其實現在非在台面上的這些超級英雄 在美國當時是完全不受歡迎的 就例如在台灣最被大家熱愛的鋼鐵人 其實在漫畫無視美國人心目中 都沒有蜘蛛人來得重要 因為蜘蛛人是最受歡迎的超級英雄 沒有之一 我是說漫威的超級英雄裡面啦 那第二名呢 依然不是鋼鐵人 可能喔 那我在猜猜蜘蛛人會比鋼鐵人還要更 讓美國人喜愛的最重大的原因呢 是因為蜘蛛人包的比較緊 那個線條比較明顯 看起來比較大 鋼鐵人都是 鋼鐵看不出什麼 大的地方 我是說雞肉 那確實真的是 好歹當漫威創造出來漫威宇宙之後 就開始有點不一樣了 漫威工作室發現啊 原來把自己的漫畫人物拍成電影 這麼賺錢 後來他們決定自己來拍電影 但他們發現手上最受歡迎的角色 早就頭都被賣掉了 這是蜘蛛人啦 經濟師超人啊 這類型的英雄啊 因為版權呢 早就已經在對方手上了 所以漫威者呢 從一些比較不受歡迎的角色開始拍起 而第一個出現的是誰呢 沒錯 就是我們剛所講到的 苦主 鋼鐵人 鋼鐵人的成功啊 讓全世界人知道了漫威他們的存在 同時在隔一年迪士尼則收購了漫威工作室 漫威則開始了一系列的宇宙宏觀 然後像美國隊長 雷神索爾啦 黑狂夫啊 相近出現了 到副仇的聯盟出現之後呢 正式的將這個宇宙真正建立起來了 並開始加入更多的英雄們 所以到了副仇的聯盟四中局之戰時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麼多的英雄 But 等等 你是不是開始有點困惑 奇怪 為什麼蜘蛛人會出現在漫威宇宙裡 根據上面所說的 蜘蛛人的版權應該在索尼那邊 而不是在漫威這裡 為什麼它會出現在漫威宇宙裡面呢 這裡講到第二次重啟 蜘蛛人這部電影 開始說起 第二個版本的蜘蛛人 也是安德魯加菲爾的版本的蜘蛛人 他們票房的其實不適合好 可以算是一場失利 漫威這時所建立的漫威宇宙 可以說是所有英雄電影的指標 而這時大家都興起一個想法 如果讓蜘蛛人回到漫威宇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漫威與Sony溝通的結果就是 Sony當然要與漫威合作一起搞蜘蛛人系列 讓蜘蛛人真的可以安心的回家 而在溝通的內容當中 Sony要做的事情是負責製作電影的成本 而漫威負責電影製作的過程 漫威無法在票房上分得分潤 但漫威付了一筆錢 讓Sony同意除了票房之外 周冰書的Sora都是漫威所有 這個餅算是分得還不錯 那兩間公司在這樣的合作條件下都點頭了 那也才有我們在製作人隊長3 蛤? 蜘蛛人隊長3 殺死啊 那也才有我們在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裡面的那個 湯姆赫蘭版的蜘蛛人 蜘蛛人隊長 哦!原來蜘蛛人還有很多蜘蛛人是不是 這麼多蜘蛛人一定要有個當隊長才行 哎呀 那出現了這個湯姆赫蘭版的蜘蛛人之後呢 後面就還有這個漫威出品的蜘蛛人獨立電影了 老實說這樣的合作 我不知道是對迪士尼還是Sony有利 但我知道最幸福的就是觀眾啦 要擺出問題很多角色都不能出現在漫威的羽生當中 這是相當可惜的 所以當時迪士尼與Sony兩個人合作 某種程度上面我解讀為 造福觀眾 因為我們的確看到蜘蛛人出現在漫威的世界裡了 那與鋼鐵人呢 甚至還有著父子班的情誼 順帶一提 迪士尼在2019年是收購了21世紀福斯 包含了電影、電視工作室、福斯電視集團、福斯傳媒集團、國家地理等等的內容 這之中包含了漫威過去賣掉的英雄版權 像是驚奇四超人X案件的漫威英雄都可以名正言順的回家啦 好的那講回我們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蜘蛛人與猛毒合作令人興奮呢? 目前Sony手上的蜘蛛人版權並不是只有蜘蛛人 蜘蛛人反派門的版權同樣也是在Sony手上 所以上一次的蜘蛛人與猛毒同時出現是在逃避麥奎版本的蜘蛛人3 那時候的製作方是Sony 所以他自然可以將兩個人放在同一部電影裡面 不過你可以仔細想想 目前的蜘蛛人是湯姆赫蘭版 逃避麥奎已經GG了 那湯姆赫蘭版這個蜘蛛人它所處的世界是漫威宇宙 而猛毒所在的是Sony自創的蜘蛛人宇宙裡 那如果它們能夠合體出現在同一個世界當中 那就是漫威宇宙的下一部階段 多元宇宙啦 同時也表示迪士尼與Sony很可能已經達成了新的某種協議 值得說無論最後面的情況是怎麼樣 哦 那我想最新的哪一就是隱民們 未來的這個想像環境真的是很大 那另外Sony自己開放的真正宇宙 其實也在漫漫的計畫當中 包含令人克拉文 蒙比斯 還有剛剛提到的猛毒系列也都逐漸成型 並且他在漫威的合約上就是簽了六部電影的合約 分別是帶來美國隊長 英雄內戰 蜘蛛人返校日 複雷聯盟 無限之戰 複雷聯盟 終局之戰 而蜘蛛人無限之將是湯姆赫蘭的最後一部漫威電影 到底最後面湯姆赫蘭版的蜘蛛人會何去何從 很多人都在期待 最終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 什麼版權什麼合約 不懂啦 有他啦 但作為一個隱民 能夠看到自己邪愛的超人和英雄 和聚在一起 真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而漫威所建立的宇宙 不只是給我們一個夢 且他們將夢 巨像化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最狹隘的超級英雄 身為鄰居好朋友的蜘蛛人 無論最後他會去哪裡 我們都依舊會在漫威宇宙裡面找尋你的身影 並記得你帶給我們的勇氣 好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要不要訂閱墨鏡頻道隨便啦 你們是會員他是一定要的啦 叫會員幹嗎 不知道啦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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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